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中国驻英大使馆位于伦敦波特兰大街 中方多年前已经计划兴建新的大使馆 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 比起中国驻美大使馆大一倍 英国有传媒认为中方计划扩建大使馆 是想证明中英关系很重要 2018年中方好资折合大约25亿港元 救入轮近伦敦塔的皇家铸币厂舊子地皮 铸币厂早在1809年建成 直到1975年停用 不过中国修建大使馆的过程不顺利 负责当地规划的涂尔哈姆来池区市议会 最初批准中方计划 直到去年12月否决 有议员就忧虑会有大批示威者聚集 引发安全问题和影响旅游业 而地方政府也都要部署警力 和实施交通管制 贵报就说皇家铸币厂舅子 曾经是修道院的墓地 甚至是黑死病患者的乱葬缸 有议员忧虑在建筑工程中 可能挖出瘟疫受害者的尸体 由于北京当国没有在上星期四 最后限期前提出上诉 意味兴建新使馆要暂停 中国驻英大使馆就发声明 顿促英国中央政府介入事件 履行国际义务 协助中方兴建新的使馆 并且希望在互利互为的基础上 找到解决方案 英方就说规划制度公开透明 又说地方议会负责双方计划 而伦敦市长简石德 早前表明不会加入事件 有传媒指出 目前中英关系比较脆弱 若果英国外交部不加入 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两国关系 报仙电视记者朱少林彭良 回来本港 仿港旅游业持续复苏 但内地客的消费模式转变 而本港夜晚试放也仍然冷清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短期之内要将香港夜市 搅活搅和 仿港旅客持续回升 上个月录得近360万人次 按月多超过三成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子说 旅发局的调查显示 以救命为主的旅客 教育情前有所下降 虽然下半年本港旅游业 复苏有加快趋势 但仍然要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 和吸引力 不少旅客来港为了参与文化 艺术和展览活动等等 当局必须找进客人重视 产品和服务特色 创意 质素等等 推动香港旅游业潮多元 高增值 可持续方向发展 当局会在短期之内 和业界合力将香港夜市搅活搅旺 保持复甦动力 中长远而言 也要为香港发展增添动能 另外 对于美国早前宣布 限制投资中国高科技 当中涵盖香港 陈茂波说 美国不断以各种借口和手段 企图压制国家创科发展 不会影响特区发展创科决心 并为自身经济开辟更多赛道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前局长陈家强就说 香港科创公司要吸引其他地方的资金 当局也要做好相关企业的上市配套 这个意义就会令到美国的基金 更加很审慎 就算不是科技的 可能都会审慎不入来 如果做好我们上市的集资能力的话 很多不同的基金 就算它有政治的考虑也好 上市和金融投资回报 对它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 半港第二季经济增长较预期差 陈家强预期美国息口已经见顶 半港下半年经济环境会改善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大型邮轮逆后访港 落船交通接迫混连 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柏良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错话 政府欠缺长远规划 而监督码图刑办商和麦扎上也会不足 游轮客下船等车大排长龙 影响香港旅游形象 码头营办商归咎是啟得规划不足 政府就说营办商和船公司提供的资料 不够仔细影响了临场安排 也都可能就补救措施收回费用 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柏良 认为政府和码头沟通不够 也都欠缺问责机制 当他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 他应该要和政府有关的部门 要反映如何协作去解决 政府部门、政府官员 可能他未必太过心得了解 整个游轮业的运作 或者整个客人的安排方面 因为这些都是很专业、很内行 你如果一下下要拿着合约捉住它 这个是你做的 这个是你做的 其实这种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协作 码头营办商的组成 海洋光铺号所属的邮轮公司有份 不过姚柏良说据了解 上次落客的时候 码头塞人 但是船上继续放客 下次应该避免 他的船据我所知 应该是他在上一个港口来香港之前 已经安排了 帮所有的旅客 他已经做了个清关 就是说他来到香港 他立刻可以上岸 没有可能不分批上岸 其实本身游轮上岸的安排 一向都是有按照他不同的仓位 不同的优势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没有将这些讯息给到的客人 如果客人要到他站在车站那里 等45分钟 那客人都有火 他又说启德邮轮码头规划 反映政府欠缺长远布局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这个新设计局 其实公众对他很大的期望 我们业界也对他很高的期望 所以我们很希望局长 真的要在这方面将整个旅游发展 其实在很多范畴的定位 都要仔细去想 他也说旅游业发展蓝图上次在2017年提出 是时候更新 希望政府接合业界做好研究落实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 广州举行针对应界毕业生的招聘会 由职位月薪达到2万5千元人民币 招聘会一共提供600多个职位 涉及物业助理 地铁安检和销售代表等等大约100个工种 平均月薪大约5千元人民币 当中有银行销售职位月薪高达2万5千元 内地由6月开始 在全国展开8日千万招聘专行行动 当中广州市预计举办200场招聘会动 散动围方公物市有敲雨店发生燃气闪爆 造成至少两死两相 闭路电视的画面可以见到爆炸产生的气流 直冲到店铺对出的行车线 波及多架车 而爆炸过后 现场一度露出火光 多间店铺的大闸和招牌严重损毁 大量尊雅对击在行人路上面 爆炸是早上7点多发生 当局调查中事故原因 有内地传媒报道 现场附近的道路已经封闭 民众没办法靠近 台湾的赖青德去巴拉圭途中过境美国 在北京 外交部和国台办形容赖青德是麻烦制造者 警告台独分裂立场只会将台湾推向险境 台湾的赖青德周末启程前往巴拉圭 经美国纽约过境 在北京外交部就重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对美方执意安排赖青德过境寸美 表示强烈不满并且愈以强烈谴责 又说赖青德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麻烦制造者 美台借过境为名 安排赖青德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 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映当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 根本原因在于台湾当局企图以美谋毒 美方执意以台制化 当局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愈愈的红线 要求美方停止重用和支持台独分裂势力 和相关分裂活动 中方会密切跟踪事态发展 将会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年就批评 赖青德出于骗取选票的图谋 以过境为名 失衡到美国卖台谋取私利的勾当 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说台独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用 和岛内要和平 发展交流和合作的主流民意背道而辞 最终只会将台湾大向冰空战危的险境 为台湾民众带来祸害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也发问 质疑美方对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 有调查发现 占动人症的患者平均求疑近一年才确诊 当中三分之二现在已经是严重残疾 回来新闻时间 高铁零户行明天推出 往返西九龙站到福田站的旅客 可以免费改同日指定车次最多三次 乘客利用西九龙站的自助售票机 要先减零户行版面 选择和素描证件 系统会显示同日可以更改的车次 简确认之后完成更改 最快两分钟完成 乘客也可以透过12306网站 或者手机应用程式来更改 现在乘客出发之前45分钟 可以免费改一次日期 车次或者车厢等级 新的零活行之下 往返西九龙站到福田站的旅客 可以在原定车次开出一个小时之内 免费改同日车次最多三次 改车次需要是同一日38班 往返西九龙站和福田站的指定车次 港车北上第七轮电脑超抽签 明天开始接受登记 由明天到星期四 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59分 符合资格的港车北上申请人 可以透过指定网站登记电脑抽签 来近星期五公布抽签结果 而中签者需要按电脑系统 随机分配的日期 在指定时间之内 递交港车北上的申请 根据警务署的数字 在过去三年 平均有超过200个21岁以下的年轻人 因为贩毒被捕 毒犯如何诱骗年轻人走上大毒之路呢 我们和一位在囚的年轻人聊过 发名落仔的他 和很多年轻在囚人士一样 因为不交损友而踏入大毒之路 大约无牌酒吧那里喝酒 那时候是什么都不需要钱 全部发育都给他们出 大概维持了几个月左右的时间 自己都会想有少少少钱 所以就跟他说会有什么赚钱的 在囚人找到社交介绍 例如有朋友那些租赚了 自己一时贪念 可能想赚更大的钱 他就说这些贩毒是一个 赚快钱赚得很快的 落仔从运毒到成为 管理毒品分销中心的册家 毒犯一直误到落仔 说18岁以下人士即使被捕 会获得倾盘 不过贩毒的日子 落仔说要随传随到压力很大 于是跟集团提出不做 集团又需要他做最后一次 结果落仔被判入獄11年08个月 这个惩罚就如切肤之痛 一大段人生16岁去到23、4岁的时间 已经失去了 那刻觉得很唏嘘 很后悔没有听家人的劝语 没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 无线电视记者盐希曼报道 有调查发现近九成基层劳工对政府推出输入劳工计划之后的就业前景感到优雷 香港社区组组织协会在上个月中到今个月上旬访问208个基层市民 大约7成6人认为当局优化补充劳工计划不设名额或者上限并不合理 担心会冲击本地非技术或者低技术劳工 损害本地劳工就业机会 亦都减低本地劳工的工作待遇水平等等 现在优化补充劳工计划的申请 要求雇主需要做4星期的本地照评 团体认为应该延长到不少过6个星期 又建议当局增加持续进修基金的支撞额 由现在2万5千元增加到5万元 有调查发现 占动人症的患者平均求疑近一年才确诊 当中三分之二现在已经是严重残疾 本港现在大约有200个占动人症的患者 香港基建协会建立本地第一个占动人症患者资料库 现在收集其中46个人的数据 他们平均在55.4岁发病 初期病征是手和脚无力 不过初期病征难以辨认 平均要向4个医生求医 做包括基电图、神经活检等等 5次的详细检查才确诊漸动人症 协会又说患者确诊之后 平均每个月的医疗开支要再多大约13000元 另外要花费9万元买医疗或者康复器材 促成政府设立神经、肌肉疾病专科诊所 并且提供康复服务等等 内地房地产最大民企之一 碧桂园集团 宣布旗下公司一批内地发行 总压近16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 在交易所暂停买卖 有内地传媒报道 碧桂园希望短期之内启动债务重组 亦都引述分析 说事件的发展可能影响整个地产市场 碧桂园集团就着财务再发公告之后 旗下在佐敦的香港展销中心 继续有市民去看楼盘资料 亦都有人来跟进楼宇买卖合约 买了、网上签了 是我们的嘛 应该不会有事吧 有事 这些都是高度时期 这些过程就很高兴了 继上星期四预告 上半年欠450亿至550亿人民币 碧桂园星期六晚再发公告 说因为近期计划就公司债券对付安排事项 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相关规定 将11只境内公司债券停牌 这批债券復牌时间另行确定 集团将会考虑采取各种债务管理措施 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碧桂园董事局主席容卫言 日前曾经发声明 说销售和载融资环境不利 正是承受阶段性流动压力 代表管理层表示协议 会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 全力以赴保交付 拼尽全力扭转当前的困局 有内地传媒报道说 碧桂园希望短期内启动债务重组 有引述接近碧桂园管理层人士 说集团一直坚持还债 除了是履行企业应有的职责 都是认为今年下半年 楼市会有所恢复 报道有引述业内人士分析 说碧桂园市场影响力庞大 根据去年发表的报告 超过3万间供应商 和碧桂园有合作关系 集团未来30日的发展 将会影响整个房地产市场 内地经济学者任泽平 就在微博说碧桂园的营运 事关几千万人的就业情况 涉及金融风险和民生底线 呼吁各界提供协助 母斯坚持记者 扎愿问不到 美国奔直发尼亚州 批兹堡市有民房爆炸 最少4死1个人失踪 受损 最少18区的消防出动灌构 由于火场高温 超过20个消防员一度要撤离 当局调查爆炸原因 陈茂波说 短期之内 要将香港夜市搞活搞旺 保持复甦动力 启德邮轮码头 近日出现交通接驳混乱的情况 议员姚匹良 认为政府和码头沟通不足 也欠缺问责记制 巴基斯坦发生 华尔针对中国工程师车队的打击 各位我是容家耀 仿港旅游业持续复苏 但内地客的消费模式转变 而本港夜晚试放也仍然冷清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短期之内 要将香港夜市搞活搞黄 仿港旅客持续回升 上个月录得近360万人次 按月多超过三成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 女法局的调查显示 以救命为主的旅客 较疫情前有所下降 虽然下半年本港旅游业 复苏有加快趋势 但仍然要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 和吸引力 不少旅客来港为了参与文化 艺术和展览活动等等 当局必须找进客人重视 产品和服务特色 创意 质素等等 驱动香港旅游业潮多元 高增值 可持续方向发展 当局会在短期之内 和业界合力将香港夜市搅活搅旺 保持复甦动力 中长远而言 也要为香港发展增添动能 另外 对于美国早前宣布 限制投资中国高科技 当中涵盖香港 陈茂波说 美国不断以各种借口和手段 企图压制国家创科发展 不会影响特区发展创科决心 并为自身经济开辟更多赛道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前局长陈家强就说 香港科创公司要吸引其他地方的资金 当局也都要做好相关企业的上市配套 这个意义就会令到美国的基金 更加好审慎 就算不是科技的 可能都会审慎不入来 如果做好我们上市的集资能力的话 很多不同的基金 就算它有政治考虑也好 就是那个上市和金融的投资汇报 对它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 半港第二季经济增长较于其差 陈家强预期美国息口已经见顶 半港下半年经济环境会改善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大型邮轮逆后访港 落船交通接驳混乱 立法会旅游家议员姚柏良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错话 政府欠缺长远规划 而监督码头营办商和问责商也不足 游轮客下船等车大排长龙 影响香港旅游形象 码头营办商归咎是啟得规划不足 政府就说营办商和船公司提供的资料 不够仔细影响了临场安排 也都可能就补救措施收回费用 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柏良认为 政府和码头沟通不够 也都欠缺问责机制 当他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 他应该要跟政府有关的部门 要反映 如何协作去解决 政府部门 政府官员 可能他未必太深入了解 整个游轮业的运作 或者整个客人的安排方面 因为这些都是很专业 很内行 你一下下要拿着合约 捉住他 这件事是你做的 这件事是你做的 其实这种的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协作 码头营办商的组成 海洋光波号所属的邮轮公司有份 不过姚柏良说 据了解 上次落客的时候 码头塞人 但是船上继续放客 下次应该避免 他这船 据我所知 应该是他在上一个港口 来香港之前 已经安排了 帮所有的旅客 他已经做了个清关 即是他来到香港 他立刻可以上岸 没可能不分批上岸 其实本身有论 上岸的安排 一向都是有按照他不同的仓位 不同的优势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没有把这些讯息给到的客人 如果客人要下去 站在车站那里等 等45分钟 那客人都有火 他又说 启德邮轮码头规划 反映政府欠缺长远报告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这个新设计局 其实公众对它很大的期望 我们业界也对它很高的期望 所以我们很希望局长 真的要在这方面 将整个旅游发展 其实在很多范畴的定位 都要小心去想 他也说旅游业发展蓝图 上次在2017年提出 是时候更新 希望政府接合业界 做好研究落实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 国际方面 巴基斯坦发生 华尔针对中国工程师车队的袭击 保安部队开火还击 拘捕两个枪受死亡 网上流传事发片段 看到保安人员以路障作为掩护 现场传出枪声 事发在巴基斯坦南部瓜达二港 拘捕载有23个中方人员的车队 在早上大约9点半 被七个枪手袭击 之后和保安部队爆发枪战 期间有炸弹爆炸 持续近两个小时 车队包括三部防弹车 中方人员没有受伤 两个保安人员受伤 其他枪手负伤逃去 分离主义武装组织 比劳支解放军 承认发动袭击 中国总领事馆呼吁给 劳资省和信德省的中国公民避免外出 中国计划在新的驻英大使馆被伦敦市议会否决之后 由于没有在限期之前提出上诉 相关计划暂停 北京希望英国中央政府加入 而伦敦市长简世德就表明 不会干涉市议会的决定 目前中国驻英大使馆位于伦敦波特安大街 中方多年前已经计划兴建新的大使馆 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 比起中国驻美大使馆大一倍 英国有传媒认为 中方计划扩建大使馆 是想证明中英关系很重要 2018年中方好资折合大约25亿港元 救入轮近伦敦塔的皇家驻币厂舊纸地皮 驻币厂早在1809年建成 直到1975年停用 不过中国修建大使馆的过程不顺利 负责当地规划的 陶尔哈姆来池区市议会 最初批准中方计划 直到去年12月否决 有议员就忧虑会有大批示威者聚集 引发安全问题和影响旅游业 而地方政府亦都要部署警力 和实施交通管制 惠布就说皇家驻币厂舊纸 曾经是收到院的墓地 甚至是黑死病患者的乱葬缸 有议员忧虑在建筑工程中 可能挖出瘟疫受害者的尸体 由于北京当国没有在上星期四 最后限期前提出上诉 意味兴建新使馆要暂停 中国驻英大使馆就发声明 敦促英国中央政府介入事件 履行国际义务 协助中方兴建新的使馆 并且希望在互利互为的基础上 找到解决方案 英方就说规划制度公开透明 又说地方议会负责相关计划 而伦敦市长简石德 早前表明不会加入事件 有传媒指出 目前中英关系比较脆弱 若果英国外交部不加入 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两国关系 暴先电视记者朱少林 美国夏威夷 毛伊岛的山火增加到93个人死亡 成为美国超过一个世纪以来 最致命的山火 山火到现在摧毁2000多栋建筑 4500多人丧失家园 受影响的居民和游客 要在临时庇护中心站住 当地的红十字会说 他们和其他伙伴单位 提供近3000个宿位 外界亦都关注山火 对大自然的破坏 夏威夷的面积 占全美国不够百分之一 但凭危植物物种 占全国的四成四 有植物学家说 虽然当中有部分物种 可以在经历山火之后再生长 但不少都难以完全复原 现在未有明确数据 显示有多少物种 在今次的山火当中被烧毁 预计损失惨重 先有食一会儿 稍后回来还没报道 九巴在沙田车厂举办体验日 展出多辆古动巴士 吸引市民无语到场参观 内交部对美方执意安排 赖清德过境喘美 表示强力不满 回来新闻时间 内地房地产最大民企之一 碧桂园集团 宣布旗下公司一批内地发行 总额近16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 在交易所暂停买卖 有内地传媒报道 碧桂园希望在短期之内 启动债务重组 也引述分析 说事件的发展可能影响 整个地产市场 碧桂园集团 就着财务再发公告之后 旗下在佐敦的香港展销中心 继续有市民去看楼盘资料 也有人来跟进楼宇买卖合约 买了网上签了 是我们的 应该不会有事吧 有事 这些都是过渡时期 这些过渡就好分了 继续上星期四预告 上半年欠450亿 至到550亿人民币 碧桂园星期六晚再发公告 说因为近期计划 就公司债券对付安排事项 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相关规定 将11只境内公司债券停牌 这批债券復牌时间另行确定 集团将会考虑采取各种债务管理措施 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碧桂园董事局主席 容卫言日前曾经发声明 说销售和载融资环境不利 正是承受阶段性流动压力 代表管理层表示协议 会采取更加有力 有效的措施 全力以赴保交付 拼尽全力扭转当前的困局 有内地传媒报道说 碧桂园希望短期内 启动债务重组 有引述接近碧桂园管理层人士 说集团一直坚持还债 除了是履行企业应有的职责 也认为今年下半年 楼市会有所恢复 报道有引述业内人士分析 说碧桂园市场影响力庞大 根据去年发表的报告 超过3万间供应商 和碧桂园有合作关系 集团未来30日的发展 将会影响整个房地产市场 内地经济学者任泽平 就在微博说碧桂园的营运 事关几千万人的就业情况 涉及金融风险和民生底线 呼吁各界提供协助 母线事记者扎愿门不到 温书署陆续为交通灯控制器 换上色彩纷纷的宣传画贴 提醒道路使用者注意安全 当局为原先灰色 或者浅绿色的交通灯控制器 做美化工程 在全港各区比较多交通事故 发生的路口 264个交通灯控制器上面 再印象不同的道路安全标语的宣传画贴 例如遵守交通规则 善用行人过路设施 踩单车的时候戴头盔 以及个人防护装备等等 向道路使用者推广道路安全 当局有计划在今年之内 在另外360个交通灯控制器 贴上宣传画贴 九巴在沙田车厂举办体验日 展出多架古董巴士 并且折招屏站 场内展出不同型号的巴士 包括长牛丹那衣营 以及最新投入服务的 纯电动双层巴士 吸引来到的市民无语影响 纯电动双层巴士 也开放给人上去 参观绿色环保设备 九巴亦都在同场 切招聘站 招募车掌 助理站掌 和寄工助理等等 并且安排相关的技术人员 向市民介绍巴士零件结构 海关第一次组织本港学生 到深圳参加军事训练体验营 过八个学员 在结营仪式 展示军体权 暂军支等等的成果 训练营为期四日三夜 期间学员参观深圳市内的抗战遗迹 以及体验军事纪律训练 海关关长何佩珊说 今次七成学员是15岁以下 希望他们透过活动了解 广东军民保家卫国 抗击侵略者的事迹 从小培育加国情怀 并且锻炼体能和意志 为将来投身国家建设和发展 做好准备 初次觉得第一次军饭一定是很辛苦 我怕辛苦 其实这几天虽然都是辛苦 但是觉得来了是可以的 我没有后悔来了 自己转发其实觉得很辛苦 因为很热 还有全部都要自己教 见到有军份的活动 我就叫我妈妈帮我报名 在电视上我见到军人那些很整齐 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整的 军体权也是我最深刻的 因为要很大力地出拳 不要软奶奶 而且要很大声叫出来 才有那些气势 过关回内地仍然要先健康申报 持黑马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 已经向海军总组争取取消 处方也都答应 考虑延长掌制黑马的有效期 和内地全面通关大半年 香港市民回内地 仍然必须持有24小时内健康申报 二维码 也即是黑马 边境人流越来越多 查验不时排长龙 不少长者经微信小程式填资料 亦有困难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 已经在向内地海关总署建议取消黑马 形容获高度重视 初步回复给我 就是因为他们都需要就着境外的流行病 进行一个追踪 他的目标就不是只是追踪新冠 但他答应 会不同时候都不断检讨这个安排 随着疫情稳定 是有机会是真的完成他的历史任务 很多老人家不懂得用智能手机 在过关的时候就会造成障碍 对于有市民曾经在过关时 没有被检查黑马 李慧琼提醒目前规定 仍然要做好健康申报 我估计每个管理口岸的负责人 都可以因应人流 或者不同的情况 而作出一些临时 需要切实可行的措施 而我估计这些都是因为人流太制逼 而作一些临时的适应措施 不是可以不申报健康申报 他亦建议参考澳门 推行两地边境人员合作检查 一次放行 缩短过关所需的时间 无线电视记者蓝豪杰报道 台湾的赖清德去巴拉圭途中过境美国 在北京 外交部和国台办形容赖清德是麻烦制造者 警告台独分裂立场 只会将台湾推向险境 台湾的赖清德周末启程前往巴拉圭 经美国纽约过境 在北京 外交部就重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对美方执意安排赖清德过境算美 表示强烈不满 并且愈以强烈谴责 又说赖清德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是麻烦制造者 美台借过境为名 安排赖清德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 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映当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 根本原因在于台湾当局企图以美谋毒 美方执意以台制化 当局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愈愈的红线 要求美方停止重用和支持台独分裂势力 和相关分裂活动 中方会密切跟踪事态发展 将会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年就批评 赖清德出于骗取选票的图谋 以过境为名 失衡到美国卖台谋取私利的勾当 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说台独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用 和岛内要和平发展交流和合作的主流民意背道而辞 最终只会将台湾大向冰空战危的险境 为台湾民众带来祸害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也发问 质疑美方对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黄毅 今天结束东南亚三国访问 黄毅昨天分别会误简报债副首相赫南红 以及后任副首相孙占托 黄毅祝贺简报债即将组建新一届政府 他说中方坚定支持简报债 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维护主权、独立和民族专业 中方将会继续支持简方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河南红和孙占托就说 简中两国务实合作顺利推进 当局在中方帮助之下修建近4000公里的道路 10座跨河桥梁 今年正值两国建交65周年 简方期待推动两国建设不断漫上新台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